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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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做這個動作啊 其實 如果說一般初學者啊 我建議他在做的過程中 盡量不要放鬆 然後肩甲維持在一個 收住的狀態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你今天是 進階的訓練 你可能 可以做一點 增加行程的動作 像是這樣 放掉 再回來 可能因為你的訓練的 黏肢 或是你的肢力不同 有一點點訓練的變化 正手的疾控是這樣的 會連到比較多的破背 破背就是這一塊 那如果說你稍微啊 上來一點一點 再去拉的話 破背 比例變少 變成你的 中間 肩甲骨這一塊 那邊的肩甲骨 稍微多一點 那如果說你想要兩個多練到 那當然我們就趴一半 就是這樣 不要爬 不要爬這個角度 變下去拉起來 回來 肩甲骨 收好 然後 手肘 往內扣一點點 然後肩膀 我一直以外血狀態 往前 趴 45度到30度的角度 肩甲骨 今天就是我們 練我們肩部 前側 還有一點 中斷的肌群 那你剛才請坐臉 進來之後 圍蹲 做什麼東西 好 下到下巴一下 那是這樣 所以這個動作 舉的時候 是要舉到全直的嗎 對 這樣 這樣舉到 有多後面 可以的話舉到這邊 對 它會是最穩定的狀態 因為如果你舉到這邊來 它其實 會被我比較帶 所以它其實 狀態不夠穩定 所以它舉到那邊還要停住 還是 停住就是你稍微停留一下 會比較穩定 如果說你做完馬上下來 你可能還沒穩定 你下一個人會 會受傷 你幹嘛 好像有 對 好 好 多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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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